一门兵器36 今天我们说判官笔 判官笔又称状元笔 历史上的判官笔形式多样 有的气形似笔 笔头尖细 笔坝粗远 其体型小巧轻便 便于隐蔽携带 逆于暗笔里突袭作战 杀敌于无形 有的两端均为笔头 笔身中间有一圆环 形状接近峨眉刺 环套于手指即可旋转 讲究穿点刺挫 威力很是强大 还有一种是一端笔头一端环 使用起来既可旋转也可执次 招牌动作穿猴 可谓是名声在外 而空同派的判官笔比较特殊 外形是拳头握笔 习武之人常说要文武兼修 有文有武方为武术 拳头是武 而笔就是文 与前面几种有着锋利笔尖的判官笔不同 他更接近于盾兵器 这种判官笔往往成队出现 有铁制成 每只可达15公斤左右 在对决中 主要攻击的对象是对手的头部 胸部以及各个穴位 古代历史中 判官笔往往是文武全才的罪爱 他既能防身制敌 又不乏书生义气